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四口人和二老住在一起 关系融洽 直到去年年底 王大妈的老伴去世了 这祖孙关系突然起了变化 老娘舅陈县荣 小跟班原生泰 本次调解特点 祖孙同住尊老爱幼 抛开恩怨 重拾亲情 这天上午 王大妈特意把大女儿叫回了家 王大妈说 老伴办丧事那会儿 他曾开口向孙子讨要一笔借款 由此两人产生了摩擦 他要么去除 他说 奶奶你照片有没有 那么我说 我有四万五天 这一万呢 小孩子就要上去送给他了 还有三万五天 三万五天他都叫了 老徒子生病 洗澡了 把三十了 把这三十用光了 用光的他 他说我懂他讨论 他在他第一种 就三万五讨论是吧 看那个台 有没有说 有 我跟你说 他可以跟我们聊 但是你到旁边去 可以到旁边跟我敲敲 这里面有箱帮帮你 我们这里很多人 你说我这里 这里也行吗 这个 你是当了好多人的面 没有太多人 没有太多人 老徒子生病 不是 你是去问他一个人 有一个人 小牢说 他已经把钱还给了奶奶 既然如此 有些细节问题 没必要过于计较了 那既然钱还清楚了 这个不要过分的去计较 对不对 如果说有人的话 以后家的一个事情 最好呢 女儿事情跟女儿说 生子事情跟生子说比较好 对不对 不要当了其他人面 我儿子来了四年 是不是 住在这里 住在这里 以前住在我那里 你一个老公到这里是上门女婿是吧 上门女婿 我们已经住了26年了 根本我的儿子五颗 从来没有亲戚过 就在这个家中 就这里 那么我把我儿子皮肤 已经全部起回家 我妈妈就说 现在要找房子了 要让他们过来嘛 好来 要找房子了 他们还要来了 都他们要不好的 谁说我儿子跟我们不好的 你后来看看 住在房子等级高了 我跟我爸好 他们很好的 好 他们好就好 我就说了 为什么叫他来 他房子没有 是不是 他叫我儿子过来 他说 他拿20万过来 那么我拿20万 谁拿20万 他出20万 我出20万 你要出20万 那么跟房子全部照好 他想怎么解决 就是一个问题 你要什么解决 我解决 我等到这里没有吃饭 到什么地方去吃饭去 他说他没有吃饭 他说他没有吃饭 我要说一下 我们家里面有 里面有分那个骨下来的 大队里面那个骨钱 全部是他拿去的 他说他没有饭吃 那个米钱骨钱 全都他拿去 怎么会没饭吃呢 你们家里开火吧 烧饭嘛 烧呀 他第一次炒家 是他要跟我们分开吃的 现在你们分开吃在一起 现在也是 他自己要跟我们分开吃 那个时候他们都在了 那唯一一个 根本大的问题 根本我是 为了那个大人 王大妈告诉老娘 就在前几天 孙子小牢还对他动手了 这个说法 立即遭到了小牢的反驳 谁打你 他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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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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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开了 我打你 你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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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我们是从横点回来 晚上大概 八九点钟了 我进来 好了 躺不开了 因为里面是那个 有个箱子吗 锁住的 我奶奶锁住了 打他 电话 叫三个 都不起作用 然后我生气 我肯定要骂了 我肯定要骂几句 对吧 他就有一言 跟我对骂 我到我自己房间 追到我 我那房间门口 再骂我们 对吧 再骂我们 然后我 这样推他出去 你先推了 推了他自己 打啊 然后他直接冲过来 冲过来 打我一爆炸 你是怎么样 打他 他就是这样子去他 推了他 你这个嘱咐 他是奶奶 对不对 他是七十岁的奶奶 万一有个三长两百 怎么办 是你有错 那这个是我的错 他也有错 小楼的行为 必须严厉批评 但他觉得 要不是奶奶 把姑妈一家 叫来帮忙 事情就不会闹得这么僵 同事晚上 同事晚上 母爷都拿来 就是叫小娘过来 我说他们来的话 就没意思 因为我跟他们断掉的 他们年久都不可以叫我们的 我要你们过来干嘛 然后我就这样说了一句 他就拿那个 在楼上拿那个什么东西 然后丢了我老婆一下 没有 你奶奶 不是 我老婆也丢了他一下 然后我姑姑就动手了 我牛奶奶太紧了 你也带手 我也带手 然后我擦手过去 你打谁 他没打 他就想打他 他就想打他 他没打到 但是没打到 他都打到奶奶 过来不小心打到我奶奶 不论是伤到了谁 小楼作为晚辈 都不能有这种暴力行为 不应该的 不管你打他他打你 都是不应该的 老爷子走了以后 这位生子生女 应该更加的孝顺你 你呢 七十岁了 对不对 应该更加的爱他们 应该要爱老 真老爱幼 我靠他们吃不下来 我要一个人吃 要他们肥养 多少个月 我不懂他们吃到 你要他们给你多少钱一个月 王大妈说他既没有退休金 也没有养老保险 手头上根本没有存余的钱 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接着看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睡好吃好 继续好的严脊 龟皮颗粒 前堂老娘舅 眼下王大妈要求孙子每月拿出一笔赡养费给他 对此老娘舅有话要说 你要求他们来养你多少钱 从法律手头上讲 你首先应该两个女儿来养你 对呀 如果两个女儿 我们讲一句南京话 两个女儿不在了 你可以要求他们来承担你的三样费 那么现在两个女儿都很好的在这里 你首先应该想 你要养 我要交钱 要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 我这里说完 我拿出来行 她要给我一点 我姑娘她 你这个拿出来的 我去了 这个房子是你们共同合作的 我这个钱他们要盖我了 不盖我这个房子都分享 我不分 你不分 你现在那是一家人 一家人 他们不是我一家人 我不他一家人 家不会分 奶奶住在这里 我会 分吧 我们不会赶他出去 我们也不会睡觉到别进来 那好了 家不要分 分家对你没有好处 你一个人 你生病了 我就什么事情要交一下了 交两个生子 如果说你分家了 这样隔开了 不像个样子 你把他们交进来的 老娘就觉得分家的问题 暂且就不谈了 至于王大妈提出的赡养费 两个女儿倒是应该承担起来 你首先要问两个女儿 要养你 你养不养 我 什么都没了 不是 我问你 你这个妈妈养老要不要养 她全部给我妹妹 没有这样以前 你以后 以后我没有关系 我早就要26元钱 带了 我跟她带 你是个违法的 我为什么 这个母亲跟女儿的关系 永远不能带 她不能我 她不能我 只能我妹妹 不管怎么说 你是她生的 我谁呀 我二十万多钱拿着 这是房子 我二十万多拿着 我二十万多拿着 给你们住 给你们老婆 我拿着 她是二十万拿着 她是三十六万 她是二十万 她是二十万 我走了 给你不要租房子 不要这样 你这样越高越家 我两个女儿都要做 她们拿起来 都花一个月 五百块一个月 五百块一个月 两个月七倍 老大姐不接受 母亲提出的赡养方案 随后老娘就让王大妈 拨通了小女儿的电话 妈妈提出来 一个女儿 每个月给她五百块 你这个五百块 你同意吗 同意 同意 同意的 好 不要交给九妈 交给你好 你妈妈提出给九妈也行 那你们自己商量 跟九妈好 从下个月开始好不好 好呀 好的好的 那么你以后呢 在这里我听到了 你跟那个姐姐啊 跟他们孩子之间啊 还有一些摩登 我希望你们的以后一家人 好好的 这个和睦的 过下去 在赡养问题上 两个女儿需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都是对等的 既然小女儿同意每月拿出五百元钱来 赡养母亲 那么作为大女儿的老大姐 也需要有所表示 就签出完说 叫她哪里签 我不给我 我一百块都 两千块都给她 七年一个财 那一个伯伯财之后 她就是给小女儿一百 给我生人之媳妇一百 没有给我 你为什么有两个心 我跟你说 现在今天有我了 你跟你妈妈这样争下去 叫大家看看 对不对 这位女儿不要给妈妈这样争了 她吵架 她一个小女儿 我就讲你都有道理 她没有道理 你也不要去给她争了 七十岁了 你不养她 我们已经带了二十几年了 你讲一句 这个母亲 我断了二十几年了 我不养她 你讲一句 她带了 她给我带的 她给你断没关系 她给我带 你不要讲 她给你断七块 你养不养 你讲一句 养我儿子养 儿子是说法律说 像你 儿子代替我的 老大姐说 当年她出钱盖着新房 为的就是让儿子儿媳来承担她的赡养责任 对此小老两口子会是什么态度呢 马上就跟我奶奶说了 我们她那个旧的桌子 把她搬掉 前后不出 吃饭还是在以前我们吃饭 什么马上搬掉 她那个旧的桌子 吃饭她说到下面来 下面我们大家就在下面吃饭 跟原来一样了我们还是 就是说拿钱 我们就不会拿了 我们家里面吃什么 她就跟着吃什么 那么你们要孝敬她 会啊 好 但是她 我们一直当她是自己人 她又没有当我们自己人 你不要问这个话 对不对 大家在一起吃饭 和和磨磨骨热子 可以吗 我可以的 好 骨抹以后呢 家里就没事情了 你这个脾气呢 可能要比较激糟 你要跟女儿争 对吧 跟他们争 不要争 争没意思的 对不对 希望她们给你们 让你继续 这个 young 孝习父 跟孝子这样提出来 不要分家 大家在一起好好赔对 他也在为之 我日子等了个惨 对 王大妈说 他担心今后若是病了 大女儿不愿承担医药费 环保不伤手的 爱的力量 希望你爱他们 他们的孝敬你 家里和和睦睦不热制 老娘就是小姐 虽然孙子孙媳妇答应 跟老太太同吃同住 但这并不代表 老大姐可以推卸 作为女儿的赡养责任 今后要是老人病了 也希望老大姐 能主动承担应尽的责任 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严吉堂龟皮颗粒 前堂老娘舅 都说熬夜伤身 而对于从江西来杭州 打拼的胡大哥夫妇来说 三更半夜不睡觉 不仅伤身 而且还伤害了 他们的夫妻感情 导致家庭陷入危机 老娘舅潘身祥 小跟班非主流 本次调解特点 熬夜聊天 伤感情 教养孩子要齐心 我现在的矛盾 就是说两个人 一年没话说 一听他说话 他就吵那一声办法 他一定要说他有理 那有我 你没办法 只能少说两句 一沟通就吵架 两口子沟通不顺 一说话就吵架 妻子楼大姐觉得 问题出在丈夫身上 每天晚上三更半夜 净咕咕咕的干云 跟女人聊天 我说你要 什么跟女人聊天 我也不知道 危险 是的 我们两个都没有那么 关心过 孩子都没那么关心 我说 今天孩子你吃饭了吗 他三更半夜 都十二天多钟 聊这个事情 我是打工的 在外面做装修的来的 我睡觉没有规律的 等于说有时候加个班 我上去吃点 有时候比如说 工作上面 有需要沟通上面 有时候很吃 有时候我只觉得疲劳了 我吃了饭 我都马上睡一下 睡一下 等下到个十一二点 又醒过来了 他不是说手机上他装了 拍了两张 我拍给你看一下 我看看 微信聊天了 聊天的内容了 他看看是不是 那个 我说的是不是有没有正常的 他说 你老了 我想你 你吃饭了没有啊 然后有一张相片 他那个手机上有的 我那个三更半夜打钱 我还问过他家人 我说是不是你家 什么亲戚有急事 打钱七百五十块钱 所以想你 我们是想着什么东西啊 他说 想你嘛 不是想他的那个人啊 想什么呢 说话没说完 对于是想你 想那个东西 不是 后面没那个 他点的快了 他就是那个 我那时候叫 不灵魂 他就是能想你 想他那点车 就在他给你发车 就是那个想 想那个什么 你要先那个 叫那个 手机 我们那不是夹在那里啊 那个是 他也没用了 我都想你那个 想为他要吃 这个意思 丈夫胡大哥说 对方是公有的老婆 平时关系不错 当时他是想跟对方 要个东西 我们一起干 我的他的女 老婆等于是 这么回事 哦 你同事的老婆 对 他没用 假设计 看设计这个屏幕呢 放在那里 就不用说那个 我不相信的 没有说一个 比如说我的朋友 一样的道理 我知道我朋友有东西 我肯定问我朋友 我不会说 问我朋友的老公 去要东西 这个东西啊 都这样子的话 就没有 没有什么 那个那个 吵架的现场 他终于 我 有时候好玩 我这事情 聊两句 我这些人的 在我场里都有一个 女的深更半夜 聊到天亮 她自己承认 你说 不管是那个女的 可能上见面 也许很少 但是她不可能 在外面 不会这样子搞 不会 可能是 因为她每天回来 都是深更半夜 回来的 丈夫半夜 玩手机聊天 妻子楼大姐 已经很不高兴了 而更让她 接受不了的是 丈夫还经常 深更半夜 才回家 我们已经分居掉的 没住在一个房间 多长时间 已经两年了 分开睡的 就是 不要跟我睡 是他不要跟我睡 不是我不要跟他睡 我跟他分居有原因的 因为我们搞一个 小小浇工厂 几十个人住 每天晚上12点多 就回来了 他每天还跟着人家 吸鼻下来 他要睡觉 我难道 我不要睡觉 我还起来 比他早每天 还起开门去 你老婆知道他这样 他认为 他很计较这个事情 那你就别跟人家聊了 越聊越不好 肯定老婆的 那不了他是 是不了 后来他自己 对那个人员去说了 叫他不要的去 半夜深更半夜不了了 不了了就不了了 那他还是 坚持着 不想跟我的一起 我跟我儿子睡一个房间 从我们厂里 有个窗口的 吃的东西 半进半进 每次把人家买早点 宵夜吃 我们整个厂的 都说 风光 老板娘我看到你 真的难过 他说 看到你真的难过 每天 他妈在外面 跟人家吃宵夜 早点把人家送去 但我从来没有过 你记得不舒服 你可以不要他做 那你还要做什么东西 现在我的长度没搞 我的意思 老娘就 我没有起来 你既然要买给别人吃 你最起码也有我的一份 我认为你老婆 这样的怀疑是没错 你自己没有做好 你除了老婆没有抓住以外 你的行动和你所作所为 很让人怀疑 就是没抓住 在妻子楼大姐看来 丈夫的心思 根本不在他这个妻子身上 甚至对孩子都很忽视 我孩子现在他老家在哪里 都不知道 你说我过得这么苦 这么紧 你不让他去呀 爷爷奶奶你没有的 你死掉的人 你没有爷爷奶奶 我去爷爷奶奶 在家的时候 姑娘的时候不带他去的 他不让他去呀 你去不去的 我去呀 我有时候就去 他去不过 我有时候经常到他 不是啊 孩子带过去吧 孩子也带过去 他不让他去呀 我儿子说不去 那我就跟他说清楚 你就不去 也可以 因为他峰会之前 去过一次的 去过一次 可能看到那个家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说妈妈我就不想去了 我说妈爷跟他解释清楚 那么我是 你做个爸爸啊 你会劝儿子 你不要他走到我们 我们去年厂 一个小厂没转的 他一走进去 你能带做事的 他走进 把儿子头发这样一转 你说妈妈 你只要转我儿子的头发 我要不要给你儿子带走 我肯定生气起来 不会给你带走的 所谓父爱 除了严厉更多的 应该是关心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严吉堂 龟皮颗粒 前堂老娘舅 妻子罗大姐说 丈夫对儿子关心不够 有时候管教起来 直接粗暴 一点也不耐心 这才是导致 儿子不亲近 父亲的主要原因 他是叫我儿子 是这样叫法 一走进家门 你就做作业 书八一放 就做作业 我说到九点钟回来 总是小儿子有点压力 然后放松一下 我还有作业没做完 那他成绩这么差 肯定要叫他 我要叫他老师的 不去叫他 他要 每次都说 哎呦 我不叫他 我叫他 他要 他说要 不那个人 这是共同的 希望儿子成绩好 学校率好 表现好 就肯定这样的想法 父母们 知道对不对 但是你们两人 缺少中间的沟通 又怎么样能够 教育好儿子 你想这样 他也想这样 两口子希望孩子好 老娘就觉得 应该提供一个 良好的环境给儿子 先从搞好夫妻关系做起 没什么事 不要说跟外面 电话拉来拉去 我这么大半年纪了 我现在也五十六岁了 我也没 还要做事 我也没这么好的精力了 他如果说回来 就像说 儿子都关心 要教教 也少的时间 多教育儿子 对 儿子两个 那么如果说 今天不回来了 给我打个招呼 对呀 我就是说 我这个要求是不高 我随便谁可可以答应 来你能不能做到 那肯定能做得到呀 帮你 关心一下儿子 那我就没什么了 是我自己辅导 我得自己辅导之间 就他不要来参与就行了 教书的时候 他有他的想法的 所以你不要干预 我不干预 一个月 劳得 一千到一千五百块钱 封在家里 我现在一分都没有 要给他的话 我哪里要乘上去 我是打工 我都是做什么 我们家这个房子 是按级的 我每个月 要出三千块钱 三千块钱一个月 而且我儿子 就今年没上碗套办 人家上碗套办去 每年那个上 一起 不管次 就四千八 一起 加上夏天 又要拿钱 这光学费 就是一万多 这一个 我跟你说 我物业费 水电费 没知道 这里 所有 他不是我钱包的 如果一直是他还 大家就 我今天五话说 因为就这两年 是他在管我儿子 就一直我还 因为他五年前 他在出去 我让他放出去打工 打工一年 才交给我一万五 老娘就 我说你请个保姆 一万五都不够 他每天 把个十块钱 给我儿子吃 一家的生活费 说吃什么东西啊 你要叫我怎么样 我问你 你叫我怎么样 我费的钱 不给你手上 哪个有 那个墙不在这里的时候 他这里不坐的时候 我还每天回来 我都是 有时候加班都没办法 请假的 都回来 给我扫饭 都必须得跑回来 老老爷爷都要跑 经过协商 两口子最终约定 共同承担 儿子的日常开支 他只有拿六百块钱出来 两个孩子 那么放在一起 一千二 不够了 一人拿出来一半了 你认为我多拿出来 可以的 那是你妈妈应该的 你爸爸也应该的 但是一定要计较的话 就一人一半 这样可不可以的 可不可以 好 那可不可以吧 这样 可以的 传播系 爱德里 不双手 宽保 无污染的新产品 这个礼包 老人是 家里为什么搞搞 你们考虑一下 老人就刚才的建议 好的 说话要双手 好不好 说话要双手 那么我来走了 好 辛苦了 再见 谢谢啊 幸福笑起来 以上就是今天的 盐济堂 龟皮颗粒 前堂 老娘舅 精彩综艺 热播大剧 就上中国蓝TV 优优优独播剧